没有任务就没有报酬 我是选今天人选了 不用密码信函卡进白门和绿门的bug 很多人都知道了 不过肯定还有很多不知道的 我觉得卡bug固然不对 但既然很多人都在卡 那不如大家一起卡 这样就很公平 就当是游戏就这么定的 你这个糟老头嘴坏得很 等等有人来了 也是来卡bug的 是6机甲 不过肯定也残了 追他 好险 现在卡白门的人很多 想闷声发大财也没那么容易了 卡进白门我知道两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急跑跑过去快速点开起 趁他们不注意门就开了 注意旁边的文件柜 千万不能先打开 原理就是利用开文件柜的按钮来开吗 很多人都在这一条蓝图什么的 开过的人评论下吧 证明我不是瞎说 我运气比较差 还有最后一个箱子 只有一堆蓝色的 第一种方法需要按得很快 而且也需要一些运气 我感觉第二种方法成功力高一些 又有人在这 出生点离的远点就总能遇到人 单排比四排人更多 也是要卡白门的 都是穿着机套来打伊图的 如此可见伊图肯定很赚 现在应该可以安心开门了 第二种方法也是利用文件柜 首先看见它的打开按钮 然后断网 接着走到白门正 然后连接网络 再点击打开按钮 原理也是利用文件柜的打开按钮 配合高延迟来开门 这么神奇吗 处理器 信号发生器 今天出门没洗脸 没有镜条给当蓝图也行啊 我还就不信了呢 再来一次 果然没让我失望 又来人了 现在这门也不是那么好开的 打赢的人才有资格开 我太难了 好在输了也不掉装备 要有点耐心 失败也是正常的 多试几次 毕竟是空手套白狼嘛 这就成功了 终于看见个粉色的 要是有时间再去地图中间搜索 那里也容易出金条 我就不去了 我比较倒霉 绿门也是一样的原理 也是利用旁边的箱子 然后断开网 但这个箱子被开了就不行了 绿门把黑箱子 两只败家的 子弹打不出去吗 炸它 还有粉光 浪费感觉 又浪费燃烧子弹 基本意图每个人都穿六级甲 反正死来又不掉 不过断网还是要小心一点 听说有掉装备的风险 啊 玩意图还这么严 追它 在这吧 nice 等等 又来 又来一个 好多人 打个意图也不容易 就我这运气 还是不去卡绿门碰钢子了吧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拜拜